一,同学一见面就跟我诉苦,说他前段时间总到汗,一睡着就出汗,医院检查花了好几百,后来又找了个老中医,开了十来副中药,喝了也不管用,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。 我问,后来呢,咋治好的?一问到这,我明显看到同学的嘴角一抽搐,愤愤道,我换了个薄被子。 二,二货朋友来我家玩,我给他倒了一杯雪碧,他结果放茶几上不小心碰倒了,雪碧洒了出来,二货一看脸都绿了,一把先翻我家桌子,抓住我的衣领说,TMD水里有毒。 三,前些日子遇到位江湖大哥,大哥小腿两边各闻一条鲤鱼,颜色一红一黑,左边鱼头朝上,右边朝下,形态囚禁,面目猙獰,很是骇人。 吃饭时终于有人问到了纹身的寓意,大哥点上一支烟,说,我出生在1976年3月15日,我们都竖起耳朵,等待着接下来注定血雨腥风的故事。 大哥压口烟,接着说,我是双鱼座。